市場前許多民眾聚集在店家前排隊買炸物 不過仔細一看店家疑似將裝袋肌肉沒打開 直接用油熔破 讓裡頭食材滑進油鍋中 提文中寫到塑膠材質全溶於油鍋中 嚴重長期傷害鄉民們的身體健康 吃進嘴裡的都是塑膠油 二十二號早上七點錄影存證 你不是不能開 直接錄下來 你不是不能開 我把你錄起來了 現在才不用照顧 整個過程被募集民眾拍下 地點就在台中大理土城市場 你只要油鍋裡面塑膠多小 那麼多人來買 攤子前超多人等著要買缸出鍋的炸機 衛生局貨爆派員到廠機查 二十五都超標 十五都在合理範圍 可以使用的就對了 可以使用的範圍 檢測數值十五沒有超過標準 二十五店家現場拿勺子撈油展示 回應民眾指控 水球袋我們是有做 撕口的部分下去放 那你如果說因為大節日 他覺得說 需要再放在地上 那員工方面我們 如果這個是屬職 我們會再教育員工 業者澄清每天都會換油 平均一批只用五小時 是因為光線昏暗 看起來油才會黑 不過將整袋肌肉丟的動作 引發爭議 之後業者改為徒手 將食材下鍋 雖然檢測油脂合格 可以使用 有沒有其他食安疑慮 有待衛生局進一步調查釐清 三連新聞中柏軍 台中報導